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聊了些热点话题 包括国际局势 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 以及社会媒体对舆论的影响 大家对于和平的追求 以及如何有效进行和谈 也有很多看法 尤其是在面对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时 大家都认为一个清晰的路径 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 我们讨论了川普和哈里斯 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的竞争情况 民调显示 他们的支持率非常接近 不少人对于民主党的内部斗争和策略 也有很大的关注 尤其是在拜登的支持率下滑的背景下 哈里斯是否能够把握住机会成为焦点 而对于川普的竞选策略 大家也有不少评论 最后 我们还提到了 中国自驾车公司的IPO情况 以及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 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 当前全球经济的变化与挑战 大家的观点真是丰富多样 让这次聊天充满了火花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杨娃娃说 讲和平永远不会错 但是和平要有路径 怎么走过去 怎么和谈 司机喊我不加入北约了 俄兄 你站的地方归你 我们都是一个民族 这可能吗 就算司机肯 周边国家也不答应 老米肯定也不答应啊 你们两家 其实一家人自己打呗 我老米能赚点好处先赚着 应该呼吁大鹅停火 他总是已经得了好处站上风 大鹅先喊停 其后谁再先开火 那就没得谈 一路谴责司机算个啥 程大厨说 据说这次川普的黑人 拉丁裔 女性票都比上次增加 杨娃娃说 司机就是个倒霉蛋子 战争结束了他也选不上总统 跟丘吉尔不识一个样 人家还打赢了呢 为啥你滚还需要意思 我滚出又滚进了 不需要意思 等系统升级了 恐怕没那么自由 公规发达的各种网络媒体 舆论更自由 更发达 程大厨说 滚出又滚进的多了 你也不是第一个 公规川普竞选团队的地推 杨娃娃说 能滚的地方真不多土舌头 突然间 大家都支持特朗普了 程大厨说 我可没支持 就是论事已 我最好的书啊 琴夏说 太正了 就不够好玩了 谁也不能替代冯先生 冯先生虽然观点不全认同 但是他的语言 思想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 尤其在群聊中有价值冒冷汗的开口笑脸 谁也说 这次各种元素可能出现各种变化 目前各自焦虑 周六八点 琴夏说 怪拜登太晚交棒 害民主党没法出选 贺锦丽就是鸡肋 民主党已经尽力了 川普这次的幕后操盘手 好像不同以往 挺厉害的 以川普这种德行 目前失误不多 谴责司机没有勇气 不识实误 一错再错 可怜之人必有 普京是恶魔 也被骂成恶魔 问题是有用吗 西方三心二意的帮乌克兰 结局真的比布帮更好吗 秦夏说 输到喉孙散 纷纷为川普上台布局了笑道流泪的脸 叶青说 是被现实的铁拳闷了脸 是说 在他们的高科技金融中心 谁建的 谁有力量在启动运动 六兜蒂特说 中国正准备直接攻击摧毁美国 电讯报 2024年10月25日16点 近年来 试图进入美国军事设施的中国公民明显增加 本月 联邦当局宣布 对五人提出指控 罪名是2023年8月 他们在密西根州偏远的格雷林营 Camp Grayling附近的黑暗中 与人对峙 涉嫌误导调查人员并合谋清除手机 有报道称 中国公民闯入了美国联邦调查局 在那里 他们开车经过一个基地大门 后来被车内的无人机逮捕 2020年 多名中国公民因非法监视佛罗里达州基维斯特海军航空站而被判刑 但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 数以万计的士林军人已经越过我们的边境 现在来到了美国 退役空军将军布莱恩霍尔特2月告诉我 他认为 其中包括国家行为者 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 PLA 事实上 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众议员马克·格林 R10在去年6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根据他与边境巡逻部门负责人的谈话 南部边境的一些中国移民与解放军有已知的联系 格林说 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 而且 中国很可能效仿俄罗斯向乌克兰派遣军事人员的模式 向美国做同样的事情 毫无疑问 中国解放军正在利用南部边境危机 试图透过墨西哥安插其特工 也许加拿大也是如此 今年2月 边境巡逻队逮捕了三名试图在夜色掩护下进入美国的中国公民 第四名中国公民在美国一侧被捕 显然是按照预先安排去接他们的 一旦到达这里 中国的士林军人将能够与已经到位的人员建立联系 令人担心的是在亚洲战争的第一天 中国特工将试图摧毁美国的电线 毒害水库 暗杀官员 引发野火 并透过轰炸购物中心和超市制造恐怖 也许比这更糟 2023年3月 联邦和州机构突袭搜查了加州里德利市的一个未经许可的实验室 发现了表明存在生物战活动的证据 国会委员会后来确定实验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联系 该设施里有实验小鼠 773只火鼠 超过175只死鼠 这些老鼠经过基因工程改造 模仿人类免疫系统 当局还发现了化学 病毒 和生物制剂 现场至少有20种潜在传染性病原体 包括引起冠状病毒 艾滋病毒 和泡疹的病原体 研究人员也发现了伊波拉病毒的病原体 中国习近平宣告了冲突 2019年5月 共产党自称的喉舌 中国最权威的刊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论 宣布对美国发动人民战争 这句话有特殊的意思 人民战争是全面战争 其战略和战术需要统筹调动政治 经济 文化 外交 军事等力量资源 综合运用多种斗争形式和作战方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官方新闻网站解放军报于2023年3月发表 为时某有敌意 中国共产党将美国示威生存威胁不是因为美国人曾经说过或做过什么 而是因为他们是谁以及他们代表什么 北京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统治组织担心美国的理想和治理形势会对中国人民产生鼓舞性的影响 这意味着美国的存在本身就被认为是对共产主义统治的直接威胁 中国政权认为他必须摧毁美国 现在他已经做好了进攻的准备 戈登 G.张 Gordon G.Chain是红色计划 中国摧毁美国的计划和中国即将崩溃的作者 在Exit Gordon G.Chain上关注他 石叶说冷战结束之后最大的遗产没有人击产 杨娃娃说这种书卖钱 石叶说就是冷战思维者 一大批文化人八十年代后遗症 其实就是冷战一代人 杨娃娃说没啥意思 说金正恩准备直接入侵米利国 我信他疯吗 石叶说世界最需要面对的共识 就是追求有品质的经济增长 叶卿说 估计这些东西他自己都不信 边缘人为了糊口也是拼了喜极而弃 石叶说这个人应该是行之障碍 叶卿说 又一个自媒体人罢了 为了流量啥都敢编 石叶说 从军事角度而言 时日的不平衡 反而可能形成和平之质 即使有冲突 也难以去全面战争 如果大国加以调和 麦布兰一说 此人畅衰中国小二十年了 混饭吃的吧 叶卿说 欧美 中都陷入了发展之困 谁也不想先跳入战争火坑 让力量架先爬出来 石叶说 美国中国几十年内 衰不了 叶卿说 都有内部问题需要解决 石叶说 印度 中国如果能平衡 对于双方下一步的合作 大行 经贸有太多可以合作 也有力 缓和 蒙巴亚的印 中而形成新的欧业大陆 叶卿说 10月23日4037分 开栏集团前家营 矿业分公司 在生产过程中 发生冒顶事故 地下开采中 上层岩矿层塌落 导致六人被困 经过持续救援 其中两名矿工 于24日上午10点40多分 先后顺利升紧 生命体征平稳 其余四名被困框工 目前仍在紧张救援中 石叶说 人类是第一次 进入全球研究性发展期 欧美是有能力 继续领导这场全球孤业化 一夜下话献亏 说 完了 我博弈买的是贺锦丽 石叶说可以再买 马尤布伦一说 怀疑民主党唱苦肉计 激励选民出来投票 不太可能 情况那么糟 但得承认 如果拜登年轻几岁 比哈里斯接地气 只对白人蓝领的理解 比如 他最近还能化解 码头工人的罢工 叶钦 说 美还有能力 欧现在有些喘了 不知还有没有后进 石叶说 唱好 唱衰 第一次进 一夜下话献亏 说 那我再砸贺锦丽 石叶说 主要是一帮欧盟领导人 历人气体 人过行事 行事比人强 马尤布伦一说 民主党若败 败在内斗 喜极而弃 石叶说 民主党 这次非常谈警 拜登 让贺锦丽 受了 一夜下话献亏 说 这次我押贺锦丽 押大助 石叶说 牛 一夜下话献亏 说 贺锦丽要是不赢 我就去骂美国总统 石叶说 美国总统是天下第一 最能成双罢名的 一夜下话献亏 说 不行 我得拉我家仇人 再来个私人盘 at成大厨 来个私人盘啊 我就看好贺锦丽了 你选川普 https duo system world 有兴趣的一起来 叶青 说 和尚让教宗祝福佛像 这是什么神操作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一夜下话献亏 说 六万六度币哦 才十七个人投票 石叶说 对新系统 还有疑熟悉过程 一夜下话献亏 说 咦 我要是又买贺锦丽 又买川普 要是就这十七人分 我赢了 可以拿多少 秦夏说 这么说 就是只有周六八点 没有中国研究院了 周六八点 看不到太多 他和其他不同观点的推党 他在中国研究院里 更有一丝冒冷汗的开口笑脸 一夜下话献亏 说 heart heart heart下话献ice heart下话献ice 可以薅和平先生羊毛 石叶说 他会参加的 只是有时候 实践能否和尚 一夜下话献亏 说 at石叶 主上 这个背景颜色要求改一下 要不把字体颜色改一下 这个我投了160度币 赚了400多 石叶说 请到非夜推荒的人员 直接讨论 一夜下话献亏 说 我私聊技术人员 石叶说 好 一夜下话献亏 说 上证指数就猜对了一次 买了三次 就猜对了一次 创业版也就随便猜的 我在考虑 要不要买一点川普 两头吃 wink 石叶说小聪明大机场 一夜下话献亏 说 17人分 20万6度币哦 两边买一定赚的 秦夏说 哈里斯在和川普的辩论中 表现挺惊艳的 颇有点而走川普的路 让川普无路可走 笑到流泪的脸 可惜后面的访谈表现 太一般 底蕴不足 所以在访谈应答时应变不利 虽然民主党还是会因 很多民众反川 得到不少选票 但是中间选民 对川的反感力度 比2020年弱了 所以民主党 这次贺锦丽很难赢了 云生解海 说 贺锦丽当选 虽然有利于两国缓和平稳 有利于世界稳定 有利于互相交流 但是稳定产生不了波动 产生不了波动 不利于金融 不利于金融 就不利于资本 所以资本压住特董王 也在提前布局特董王 董王的概率应该是大一些 董王胜 利于A股更加波动涨 更利于报复 李佑说 对冲 喜极而泣 他把自己当韩信 无奈销和不肯追 秦夏说 有钱就是任性笑到流泪的脸 李佑说 每到截止期 你沾沾自喜个啥 算盘庞庞响 刚刚闲来无事 一正词言低写了个email 给垃圾公司 再吓吓他们 Liu Dauditer说 中国自动驾驶新创公司 文远之行 在纳斯达克首发股价飙升 日经亚洲 2024年10月25日 16点35分29秒 纽约 中国自动驾驶新创公司 文远之行 文远之行 WeRide 周五在美国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交易后不久 其股价飙升于20% 加上私募 该公司为该公司带来了4.405亿美元的收益 该公司以15.50美元 15.50至18.50美元 目标区间的下限的价格出售了 774万股美国存托股票 筹集了1.2亿美元 同时还透过私人股票发售 筹集了3.205亿美元 此次 IPO估值超过40亿美元 中午前后 纳斯达克指数的股价上涨17% 价格为18.18美元 这一总额仅略低于中国电动车制造商Zeker 在5月上市时所筹集的4.41亿美元 这是近三年来规模最大的此类IPO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备案文件显示 私募股权销售 包括由雷诺日产汽车 三菱汽车联盟创投基金 Alliance Ventures 购买的9700万美元 摩根士丹利 摩根大通和中金公司为本次交易的主乘销商 文远之行筹措现金之际 中国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受到越来越多的审查 9月 美国商务部提出一项规则 禁止在自动驾驶汽车中使用中国软体 这样的规则可能会阻止使用中国软体在美国道路上测试自动驾驶汽车 从而有效地禁止他们进入美国市场 8月 文远之行获准在加州盛河西测试带乘客的无人驾驶汽车 这是该州仅有的7家获准这样做的自动驾驶汽车制造商之一 文远之行在招股说明书中指出该公司的营运和法律风险时表示 中国政府对我们的业务行为拥有重大监督和自由裁量权 并可能干预或影响营运 文远之行原定于8月上市 但随后推迟了该计划 理由是由于北京对交易的批准已过期 需要更多时间来完成文件要求 不确定的政治环境不足以阻止投资者 该公司表示 将利用新筹级的资金继续进行研发 而在IPO市场陷入困境的中国 要获得这些资金越来越困难 Fly100说 川普的股票最近一个月从12大于39 理由说 这小说精彩 几句话看到我心里 咯噔咯噔 Liu Douditer说 CNN最新的全国民调显示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和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即将到来的白宫选举中势均力敌 双方支持率都为47% 这项调查由SSRS进行 反映出哈里斯和特朗普间紧张的竞争关系 早在9月 民调就显示 哈里斯的支持率略微领先 为48%对47% 而在总统桥 拜登于夏季宣布不再参选并表示支持哈里斯之后 民调则显示 特朗普支持率增长至49% 哈里斯则降至46% 特朗普在这次竞选中从未落后于哈里斯或拜登 这与他之前两次竞选总统时的情况大相径庭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政治年度 选举形势却相对稳定 调查发现 85%的选民表示他们早已决定支持的政党 仅有15%的人曾在过程中改变立场 目前 只有2%的选民尚未决定支持哪位候选人 而9%的人可能在投票前改变主意 那些已经决定支持的选民中 哈里斯获得50%的支持率 特朗普为49% 仅有1%表示支持其他候选人 而可能改变主意的选民更倾向于支持特朗普 并且比以决定立场的选民更可能支持小党派和独立候选人 民调还显示 哈里斯可能已经赢得了比特朗普更多的选票 因为民主党选民更倾向于提前投票或通过邮寄投票 在10月20日至23日进行的这项调查中 已投票的选民中有61%支持哈里斯 36%支持特朗普 而尚未投票的选民中 特朗普的支持率为50% 哈里斯为44% 在选举的最后几天 选民对拜登总统任期和国家现状的满意度极低 约49%的人表示 与一年前相比 他们的经济状况变得更糟 仅16%的人认为财务状况有所改善 这一数字比年初的41%更加悲观 当时仅22%的人感到更好 只有32%的人认为美国目前状况良好 这一比例自1月以来下降了6% 这是自2008年以来 总统选举前对国家现状感到不满的比例最低的一次 拜登的支持率也显得较低 只有36%的注册选民对他的表现表示赞同 64%的人表示不满 在这种背景下 哈里斯赢得了19%对拜登不满的选民的支持 通常情况下 副总统竞选总统时 在对其上次不满的选民中 不会获得太多支持 玛尤布伦一说 民主党何时不团结 上次党指令中间派拜登替下民气旺盛的左翼桑德斯 也算配位 这次奥巴马原想推米秀上位 被拜登识破 直接传为哈里斯 这个备胎有无足够时间成长 只有选举结果说明问题 辩论上属于小记 主要看也没有政策 秦夏说 探马斯克孤注医制的压保助力川普 如果川普当选 能对马斯克投桃暴力 不光让他监管政府效率 还让他担任智囊 那中美关系也许不会更对立 至少不会战争 探过马斯克的一些访谈 他读过不少闲书 加上在中国办厂 对中国有感性加理性的了解 如果川普当选后 并不能随心所欲 还得回归深层政府 那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 被民主党当选还要大 就像川普上届的四年 中美关系也许会继续螺旋下坠 11说能坠的还有多深 六都底特说 华盛顿邮报首席执行官周五 告诉新闻编辑是 他将不再为总统候选人背书 打破了该报几十年来的先例 华盛顿邮报不会在这次选举中为总统候选人背书 华盛顿邮报首席执行官威尔 刘易斯写道 在未来的任何总统选举中也不会 我们正在回归不认可总统候选人的根源 刘易斯写道 华盛顿邮报自1976年以来一直为总统候选人背书 当时他对吉米 卡特 Jimmy Carter 表示认可 卡特后来赢得了选举 在此之前 他通常不会获得总统的支持 尽管他在1952年破例支持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关于邮报 今年是否会支持某位候选人的疑问 已经蔓延了好几天 https 3w.status.newspwashingtonpost2024endorsement 一些人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推测 该报的亿万富翁老板杰夫 贝佐斯 Jeff Bezos 被未来的特朗普政府吓倒了 因为他的其他企业 也有许多联邦政府合同 风潮能源 6度百科2024年10月25日 https 3w.youtube.comwatch v等于uzkujt 4anlist等于 pl7rbjwebrpaskzym ewj下化线 dfwxt下化线p8mual 秦夏说 美国内部继续渲染中国威胁论 把反中氛围烘托地认为 遏制中国时不我呆 值得铤而走险 逼中国出手 不惜都倒退几十年 您该不会认为 我有迫害妄想症 把惊讶害怕的 脸冒冷汗的开口笑脸 谁也说 看谁在这个系统中掌权 比如雷蒙多 还是在努力平衡 而不是更极端 美国如果将更多新力 投入国内审查的终止 仍然可以形成一定的制造能力 而过多精力对外 反而可能影响自身力量的成长 六斗蒂特说 https 六度 world ttopic 581320 google 下话线 minet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唐纳德 特朗普 https www.washingtonpost.com DonaldTrump added等于 LK 下话线 inline 下话线 manual 下话线2 在最近与该国总理的通话中 表示支持以色列 对 哈马斯 https www.washingtonpost.com Israel Hermas War added等于 LK 下话线 inline 下话线 manual 下话线2 和真主党的进攻 这一立场 可能会使他的竞选活动复杂化 声称他反对战争 https www.washingtonpost.com elections 202040905 Trump Goes Arab Muslim Voters added等于 LK 下话线 inline 下话线 manual 下话线2 等阿拉伯裔美国人 据六名知情人士透露 特朗普在本月的一次通话中 告诉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 Benjamin Netanyahu 做你该做的事 他们在匿名的情况下 谈论敏感和机密信息 特朗普 特朗普曾公开表示 两人在10月份至少谈过两次 最近一次通话是在10月19日 他没有告诉他该怎么做军事行动 但他表示 这些寻呼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月与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的参议员林赛 格雷厄姆 Lindsey Graham 共和党南卡罗莱纳州说 他指的是以色列的行动 该行动用询 呼机内的 HTTPS 比尔POW SKZYM EWG 下化线 DFWXT 下化线P8 MORE AND INDEX等于2 杨娃娃说 现在是压赫经理赢得多了 那他麻烦大了 哭脸 叶青 说 哈哈 好名字 以后我就用赫经理了 你能授予我使用权吗 杨娃娃说 随便用 实验说 刚刚读到一篇长文 才知道 诺贝尔经济学讲 今年受到非常多的质疑 六都得特说 HTTPS 3w.youtube.comwatch V等于YP 0AJQHWWIO HTTPS 3w.youtube.comwatch V等于YP 0AJQHWWIO HTTPS 3w.youtube.comwatch V等于 BR console.ptqry Fly100说 CNBC报道称 杰夫 贝索斯 阻止了华盛顿邮报 对卡玛拉 哈里斯的支持 六都得特说 HTTPS 3w.cnbc.com 2024025 Jeff Bezos Kill Washington Post Endorsement of Kamala Harris .html 华盛顿邮报首席执行官 威尔 刘易斯 Will Lewis 在网上解释了这一决定 他写道 华盛顿邮报 不会在这次选举中 支持任何总统候选人 在未来的任何总统选举中 也不会 刘易斯写道 我们正在回归 不支持总统候选人的本源 他写道 我们认识到 人们会对这一消息 做出各种解读 包括将其解读为 对某一位候选人的默许 或者对另一位候选人的谴责 又或者将其解读为推卸责任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我们不这么认为 我们认为 这符合华盛顿邮报一贯坚持的价值观 也符合我们对领导者的期望 为美国道德服务的品格和勇气 对法治的崇敬 以及对人类自由各方面的尊重 据多家新闻媒体报道 邮报特约编辑 观点版编辑 罗伯特 卡根 Robert Kagan 在该决定后辞职 刘易斯的文章 收到了超过一万条评论 其中很多评论严厉批评 华盛顿邮报的决定 并表示他们将取消订阅 我们国家最重要的选举 是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之间的选择 而你们却袖手旁观 诺夫 不道德 胆小怕事的诺夫 一位读者写道 哦 顺便说一句 我要取消订阅了 因为你们把生意置于道德和伦理之上 几天前 洛杉矶时报 https www.newyorktimes.com 2024 1023 Business Media Law Times Editor Quiz Patrick Sunchendorsement.html 编辑委员会主席 马丽尔 加尔萨 Mario Garza 因抗议该报老板黄松雄 Patrick Sunchion 决定不竞选总统而辞职 我辞职是因为 我想明确表示 我不能接受我们保持沉默 加尔萨告诉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 https 在危险时刻 诚实的人需要站出来 这就是我的立场 与贝索斯一样 黄宋雄也是一位亿万富翁 华盛顿邮报前主编马蒂 巴伦称 该报的决定是懦弱的 会以民主为代价 巴伦写道 at real Donald Trump 会将此视为 进一步恐吓所有者 at Jeff Bezos 和其他人的邀请 一家以勇气著称的机构 竟然如此懦弱 令人不安 https www.youtube.com watch v等于巴伦这一pack 叶青 说 和平奖 经济学奖 物理学奖 都受到了质疑 Fly100说 马斯克小时候没有朋友 自己疯狂读书 后来在宾大时候 交到了一个好朋友 还是个华人 甜点 说 这个名小传很早就说了 我记得是他先用的 南说 我对他的经历比较好奇 不过一直没有读他的自传 在地板上翻滚大笑 秦夏说 是的 他读了很多杂书 尤其对于伊格里科生而言 Liu Douditer说 欧盟高级官员表示 必须停止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说教 代表欧盟各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 欧盟伙伴国家参加由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俄罗斯主办的峰会是向布鲁塞尔发出的一个信息 要求布鲁塞尔停止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说教 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Charles Michel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 如果欧盟想打击中国和俄罗斯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扩大影响力的努力 就需要对于该组织签署了战略、贸易或政治合作协议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出更多的尊重 我们确信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而且我们至少没有努力去理解其他国家以另一种方式思考的原因是什么 米歇尔说 在欧洲层面有一种接近于说教形式的反射 他说 我们在沟通、解释、与他们交谈和对他们表现出一定的尊重方面并不总是很好 米歇尔发表讲话时 包括欧盟总统候选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ajab Tayyip Erdogan在内的20多位领导人 以及埃及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合作伙伴参加了普京在喀山主办的金砖国家峰会 HTTPS、3W.FT.comContent77Decad、2-74BDCBAC7、D5EC3AF32781 俄罗斯总统将此次峰会描述为对西方主导的全球意识形态的反击 这表明 如果像埃及这样的国家 从军事角度来看 离我们非常近 也离美国很近 如果像阿联酋这样的国家 在经济伙伴关系方面离我们非常近 他们选择在喀山 他们想向世界其他地方传递一个信息 米歇尔说 海湾国家的一位埃米尔曾经告诉我 如果存在真空 很快就会有人填补这个真空 如果你不在那里 其他人就在那里 他说 Huma说 朝鲜对是否向俄罗斯派兵的提问没有否认 派兵应该是雇佣兵的形式而非派遣兵 石叶说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 首都德黑兰附近 星期六十月二十六日 银场传出几声巨大爆打声 沃尔当弗尔说 即使不考虑气候变化 环境和自然资源危机 制造业依旧是个系统工程 看现在美国兵工厂的设备和工人 美国在工业化的概率很小 Guten Talk 0000说 也没几天了 川普惨兮兮 无动于衷 他会不会认输这是个问题 World on Fire说 具体到军工企业 都是商业公司 如果想让这些商业公司 投资改造生产设备和厂房 那政府必须保障战争 因为只有战争 这些工厂才会有利润 这是反人类的商业模式 美国军工复合体 极其庞大的利益集团 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公司 盈利模式就是战争 没战争就破产 他们捐款给政客 政客以自由民主的名义 挑起战争 纳税人的钱流向军火商 睡不够就大举发债 完美的合作伙伴 完美的利益循环 抛空了国家 肥了私人 还站在自由民主的道德高地上 把低智商的大众 感动得一塌糊涂 纷纷要求多掏几次 秦夏说 我并没有希望他当选 只是从选情看 我押注他大概率会当选 玛尔布兰一说 一般两院和白宫 都属于一个党的机会比较小 不赌他 无论如何 畅衰 经是一个法国人 印尼也想加入 Word on Fire说 引用外部的资料非常好 但这是调料 关键还是有自己的主料 您的观点和看法是什么 这才是思想的交流和碰撞吧 杨娃娃 说 谁是小拽 怎么没见过 有多拽 如此板费就给他吧 不介意哈 实验说 特斯拉股价贪生至13个月来最高手盘 财报后的展示持续 中国自家签抽套公司 为外在纳斯达克首日交易中大幅上 还有一个故事 224-1025 大概亚克斯为了你提起 比喻下话 杉娃说 自由民主制度有个悖论 特别是在一家独大的境况下 愈发显得突出 他认为 我们对内是包容各种声音的 包括反对自由民主制度的声音 但是 如果外部反对自由民主制度的力量 过于强大 就会和内部的力量结合起来 构成自由民主制度的巨大敌人 逻辑上讲得通 但是 鉴于此 他就必须输出价值观 颠覆和压制哪些反对 自由民主制度的外部力量 让更多的国家 转变成自由民主国家 这样 我们才安全 于是 这种制度不再宽容 这构成了一个悖论 在这个基础上 商业利益会自发地形成 符合这个逻辑的模式 从而促使这个悖论加速 乌尔当·范尔说 人性经不住利益的考验 特别是这三十多年 美国横行世界 美国军工复合体 极其庞大的利益集团 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公司 盈利模式就是战争 没战争就破产 这是现在战争不断的内衣 军工复合体捐款给政客 政客以自由民主的名义挑起战争 纳税人的钱流向军火商 睡不够就大举发债 完美的合作伙伴 完美的利益循环 抛空了国家 肥了私人 还站在自由民主的道德高地上 把低智商的大众 感动得一塌糊涂 纷纷要求多掏几次 如果和平真热爱和平 他应该振臂一呼 反对现在的美国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